大家好 从今天开始 我们就进入到了矩阵的学习当中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的学习目标 一 我们要了解矩阵 以及矩阵的运算 二 我们要了解向量矩阵的审法 并且我们要将向量矩阵的审法 视为一个线性的组合 三 我们要了解单位矩阵 转置矩阵 以及力矩阵 最后 我们要能够编写出 属于我们自己的矩阵的库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矩阵的定义 一个M绳以N的矩阵 M是一个M行 N列的矩阵时数数组 行和列就指定了矩阵的维数 矩阵中的数值称之为元素 我们使用行和列的双下标 Mij 来表示一个矩阵的匀数 其中I指定的匀数所在的行 J指定的匀数所在的列 那么我们来看一个矩阵的例子 我们可以看到 矩阵A是一个四行四列的矩阵 矩阵B是一个三行两列的矩阵 矩阵U是一个一行三列的矩阵 矩阵V是一个四行一列的矩阵 那么我们可以用 比如A11来表示第一行第一列的元素3.5 我们可以用A42来表示第四行第二列的元素负5 在这里矩阵U和矩阵V是一个特殊的矩阵 因为它们只包含了一行或者一列 有时候我们也称这种特殊的矩阵为 行向量 列向量 因为它们的矩阵都可以用一个向量来表示 比如矩阵U 我们可以用 我们可以用向量U1U2U3来表示 同样我们也可以用矩阵U1U2U3来表示 有时候我们也用一个向量来表示矩阵的一行或者说矩阵的一列 当我们知道了矩阵的定义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矩阵的相等运算 加法运算 以及数神的运算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矩阵的相等运算 当两个矩阵的对应元素相等时 这两个矩阵才相等 那么这两个矩阵就必须有相同的行 以及相同的列 当只有相同的行和相同的列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进行比较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矩阵的加法和矩阵的减法 矩阵的加法和矩阵的减法 就是两个矩阵对应的元素相加或者相减 只有当两个矩阵的行列数都相同时 加法和减法才有意义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矩阵的速神的定义 矩阵的速神也称为标量乘法 那么矩阵的标量乘法 就是将一个标量和矩阵中每个元素相绳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矩阵的相等 加减以及速神的一些例子 比如第一个 我们假设矩阵A B C D 那么我们矩阵相加 比如A加B 就等于它们对应的元素相加 那么矩阵A就等于矩阵C 因为它们对应的元素相等 然后就是矩阵的减法和矩阵的速神 我们先来看一下矩阵的减法 矩阵的减法同加法一样 它是对应元素相减 最后就是矩阵的速神 矩阵的速神就是将标量和矩阵中的每一个元素相绳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三神以矩阵D就等于三神以矩阵中每一个元素 最后的结果就是这样 那么今天的课程就到此结束 在下一节课程当中 我会为大家讲解到矩阵的审法 希望大家在本节课 课程结束之后能够多练习一下矩阵的加法 矩阵的减法 矩阵的审法的运算 只有通过多练习 我们才能够熟练的掌握它们的一些基本的运算的规则 在3D的开发当中 矩阵的加法和矩阵的减法运用的比较少 但是矩阵的束绳我们用的比较多 希望大家能够多练习一下